刘几位 那么你开始吧 行 我反正感觉准备这个课很吃力 我感觉这个ACM很难讲 很难讲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我也发现了 就是说有很多的那些概念 其实大家还不是很清晰 其实我呢 我感觉我也不是很清晰 理解的我感觉还是取我的下功夫 是的 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学习吧 就是说也不说是谁教谁吧 就是说看谁理解的好就听谁的吧 就是说能让别人帮着自己理解 所以呢我感觉呢 这堂课呢我没有准备AC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理解AC呢 它有些基本的概念还是必须得清晰一些 不然呢它这个理解起来呢 它是十分快难的 感觉就是觉得很抽象一样 我觉得就是有些对气那种感觉 当然呢因为我也是初学 我学瑞学学了才几年 我从16年吧 真正接触瑞学 我是从16年开始接触的 一直是那个 圣爱与圣志 天命啊 两美书虽然是我翻译了 我也翻译了 看了很多遍 但是感觉的理解还是很肤浅 可能我在这个课的准备过程中 可能也有错误的地方 我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感觉到错误 但是呢反过来想呢 如果我自己都不能理解 我什么都不明白 那么我看这本书呢 就相当于看一本篇书一样 所以我这节课准备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一些理解 有理解不对的地方呢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有一些纠正 我也相信呢 随着我们的学习和思考真理 日益的深入呢 心理一定会越来越清晰的 我感觉有几本书呢 理解AC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圣爱与圣志》 天命啊 天堂与地狱啊 等等这些书呢 特别是《圣爱与圣志》 我感觉理解AC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就从这些书 以及我现在翻译的《圣爱与圣爱》 因为我正在翻译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从里面抽出了一些内容 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在这套课上呢 我想探讨这样几个基本的概念 一个是生命 再一个呢就是爱与智慧 再一个呢就是内代人与外代人 再一个就是灵体与肉体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生命 那《圣爱与圣志》好说呢 生命呢它就是爱 爱就是生命 所以呢 说爱呢其实就是说生命 说生命就是说爱 这两个呢其实是一回事 那我再说那个爱与智慧 那个我们经常呢提到那个爱与智慧呢 那我们提到这个这个两个词的时候呢 我有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可能很多人 老感觉这两个东西呢 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好像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呢 爱与智慧呢 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和形式 什么叫实体 实体它就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物 它是由自己的一个成分和元素组成 它有自己的结构 有自己的形容 爱与智慧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就是主体的本身 然后呢瑞公呢 他用了身体的 比较难理解爱与智慧这个概念 实实在在的实体和形式 比较难理解 所以瑞公呢 他就在那个圣爱与圣旨当中 用人体的那种五种的外在感觉 来说明和证明这个爱与智慧呢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和形式 然后他说呢 我们人呢 有五种感觉 就是所谓的自清修备处 有五种感觉 那么处觉的主体呢 就是包括人的这个皮肤 也就是说 正是皮肤的实体或者形式和形式呢 是那个皮肤它有了感觉 所处之物的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感觉到的那种处觉呢 它不在于那个处之物 它在于那个皮肤的实体和形式 这个皮肤呢 才是这个触觉的主体 那个触觉本身呢 它只不过是所触及的这个事物 带给皮肤这个主体的一种感受 那个味觉也是一个样 它呢 就是舌头的一个实体和形式所产生的感受 舌头才是主体 嗅觉也是 那么气味呢它作用于鼻孔 它就在鼻孔里 它散发出的气味的那个颗粒呢 触及到鼻孔的时候 它就影响了鼻孔这个结构 发生变化 就产生了一个嗅觉 听觉也是一个道理 看上去呢 它似乎是在深远的发源地 但实际上呢 这个声音它是在耳朵当中 它是耳朵的实体和形式所产生的一个感受 听觉呢远离耳朵它只是一个表象 那么视觉呢也是一个道理 当人呢从远处去看一个物体的时候呢 你感觉那个视觉呢似乎就在远处 但实际上它不在远处 它是在眼睛里面 眼睛才是主体 视觉呢同样是一个主体产生的一个感受 距离它只是以居间物为探照 或者根据这个目标物的缩小 甚至模糊 来推测这个空间所下的一个判断 所以距离呢它只是一个表象 这个物体的影像呢 它根据这个入室的角度 在眼睛里面制造出来 所以由此呢明显可知呢 视觉它并非是同眼发出落的物体上 而是物体的影像进入眼睛 影响了它的实体和形式 和这个视觉一样呢 听觉一样并非从耳朵发出骨骼声音 而是声音进入耳朵 影响了它的实体和形式 所以中上可知呢 中上所说可以知道呢 产生感觉的那个实体和形式的影响呢 并非脱离主体之物 只是在主体当中造成了变化 主体无论之前还是之后 依然是主体 因此这些感觉呢 并非是从它所属的感官流出来的 某种发泛物 尤其实体和形式而言呢 它们就是感官本身 感官受到影响 产生感觉 那么我找了一个图片呢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视觉产生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视觉这个主体呢 就是这一套系统 脚膜、痛苦膜、症状体 视网膜、视神经、视觉中枢 这套系统呢 就是视觉的一个主体 当我们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 我们的视觉 我们这个影像是怎么产生的 是这样的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反射的光作用于我们这一套系统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系统呢 一系列的变化以后 我们在脑子里产生了这个 这样一个影像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套系统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们才产生了一个影像 它并不是说 你在里面有东西发出来 落到这个东西 你能看到东西 它不是的 实际上是一整套系统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套系统呢 它就是为我们这个视觉量身打造的 就是它里面构上 脚膜、症状体 视网膜等等之类的一些成分 以及它这些结构呢 就是适合接受 这个光的这个作用产生影像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套系统它感受到的呢 是视觉的一种快乐 像一个主体呢 它是感受快乐的一个 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的视觉 那 在于智慧它也是这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呢 在于智慧它的实体和形式呢 不像我们这个视觉那样 就像我们的眼睛那样 它就在外面能看到 但是呢 它在于智慧的事物 以及就是说所谓的情感呀 我们的情绪啊 思维啊 想法、念头啊 觉察、感知、感受啊 它都是实体和形式 它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漂浮物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它都是实实在的存在物 它都有自己的成分 都有自己的元素 而且这些成分和元素 它都有排列组合 都有构成自己的那种结构 也就是说它那种形式 它不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实体 它呢也不是呢 从作为主体的实体和形式 发出来的东西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 它就有无数这样的一个实体和形式 其中呢 属于我们的觉知 也就是说属于我们的认知和意愿的 所有的内在感觉呢 都有其味 大脑内的感受呢 觉察呀、思维呀、情感呀 并非这些实体的犯法 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 全都是实实在的主体 这些主体本身呢 它不会没有发生任何 没有发出任何东西 它只不过就像我们的视觉 接受控的刺激产生的影像一样 我们这套 在于智慧的这个实体和形式 也是接受 带来这个刺激产的影响 经受各种变化 所以我们它有了 情感、有了情绪、有了思维、有了想法 实际上是一个主体状态 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 我们这样一个大脑 这个是大脑、这个是小脑 小脑是专注于 爱与情感的 这个大脑呢是专注于智慧与真理的 这样一个主体系统呢 就像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视觉是接受光的作用和刺激的 它是适合接受光和光的刺激的 那一套系统 你让它接受声音它是不行的 因为它不是为那个声音量身打造的 它是为这个光的、接受光的作用量身打造的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系统呢 这样一个大脑的系统是为什么量身打造的 是我们接受 从主发出的爱与智慧的流度量身打造的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成分 所有的结构 都是适合接受主发出来的 爱与智慧的那种流度那种成分 你让它接受别的东西 就像让我们的眼睛去接受声音一样 它不适合这套系统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不从主去接受它 爱与智慧的流度的话呢 就等于我们的眼睛不去接受光 而去接受别的东西 不要有别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就是一片黑眼 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情感和思维也是一样 我们不去从主去接受爱与智慧的那种 流度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情感和思维全移 我们的情感呢 就是一种邪恶 我们的这个思维呢 其实不是一些虚假 虚假的东西 也是一片黑暗 它和我们这个外在那个视觉 它是有这种关系的 所以呢 主呢看我们的时候呢 它是注视我们的前额 然后通过这种注视呢 一直通到它这个后脑勺 前额后面是大脑 后脑勺后面是小脑 大脑呢它就专注于智慧 以及它的真理 小脑呢它就专注于爱 以及良善 所以如果人面朝主的时候 就会接受主的智慧 并通过智慧来接受爱 那我们接受主的时候 是通过智慧来接受爱 这是一个顺序 如果人不去看主的 不去注视主的话呢 他只能接受爱 因为爱是一个普遍的流入 它不能接受智慧 那么这个没有智慧的爱呢 它不是来自主的 它是来自于人 这种爱呢 只与虚假相连 所以它不承爱神 只将自己呢奉靡神明 这样一个爱呢 没有智慧的爱呢 就是邪恶的一个源头 那个在婚姻之爱当中 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呢 就在灵界呢 就是直接被掩饰出来 然后瑞公就 当时就说呢 他叫了一个被离神的恶灵 然后从 他的后面对他说 你知道地狱诅咒 和地狱的痛苦吗 然后这个恶灵呢 转过身来 瑞公就问他 他说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没有 他就说呢 我听到你说 你知道天堂 救赎和天堂的快乐吗 然后呢 瑞公呢 就从后面跟他说 你知道天堂救赎和天堂的快乐吗 然后再问他 他说他听到的是 你知道地狱诅咒和地狱的痛苦吗 他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然后呢 瑞公呢又在他背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地狱里的人呢 因着虚假的观念而发疯了吗 然后瑞公在问他听到什么的时候 他就说 难道你不知道天堂里的人因着智慧 因着真理而有智慧吗 而瑞公呢 从背后呢又把这句话说给他听的时候 他说他听到的是 就是 难道你不知道地狱里的人因着虚假的观念而发疯了吗 不如此类 这些事实呢 清楚地表明了 就是当人的心思被离主的时候 他就转向了他自己 然后他把一切东西进行了一个翻转 就是说 把主流入的所有的真理进行了 直接转到他的一个反面 所以在灵界呢 任何人他都不允许站在别人的背后 去和他说话 否则呢 否则呢 自己的这种爱呢 会注入到他里面 他是一种呢 对恶和假的爱 那么当主呢 从生人的时候 他首先呢 人从生之前 全都是背离主的 所以主从生人的时候 他首先要把人的这个脸面 转过来 也就是说 让人呢 在这个人的层面 要去信他 所以说 现在把它转过来以后 让属灵之光呢 造了他的那个大脑 不是小脑 从大脑 让人呢 从那个爱来接 从智慧来接受那个爱 所以那个属灵之光 属灵之光 属灵之光呢 是来成为我们这个觉知的 也就是我们的认知 或者理解 对那个 创世金号神就说呢 要有光 就有了光 他说的 这里说的光呢 指的就是属灵之光 属灵之光 有了光就有了光 就是说 你的认知 你的觉知 看到了 或者说你的觉知 看到了 明白了 意识到了 理解到了 善和真是真实的存在 主是真实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 认识的 了解了 明白了 就是属灵之光的一个结果 爱的一个完整的表达 我们就是经常说呢 爱与智慧 善与真理 爱与智慧和善与真理呢 它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略微的区别 是爱呢 爱是一个善的集合 就是所有的善 符合在一起 就是爱 真理的 组合集合呢 就是智慧 一个人所有的善愿善行 组合起来 就是他的爱 一个人所有的真理呢 组合起来 就是他的智慧 那么爱 是通过情感进入思维 然后再通过思维 进入感觉和活动 所以生命的第一个作用 或者表现呢 就是思维 第二个作用 或者表现呢 就是感觉和活动 爱在这个情感这个层面呢 它是没法显现和看到的 只能被感受到 比方说我们 这些祝福啊 幸福啊 快乐 满足 凝静啊 这些感觉 是看不到的 只能被感受到 但是当爱呢 从情感进入认知层面的时候呢 它就能通过内饰 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被看到 进入身体的层面的时候呢 就能被这个外视 也就是说能被我们的眼睛看到 这是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人他非常渴 你知道他很渴 他需要一杯水 然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意愿 我想给他一杯水 你的这个意愿和情感呢 就是爱的 情感各层面 然后呢 你想给他一杯水 你要达成这个 就是你这个愿望 想给他渴这个愿望 你会去想办法 去到哪去找水 到哪里去找 到哪里去把这杯水寄到他的手里 就这样一个过程 实现这个意愿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爱的思维层面的一个显现 这方面呢 我们的思维就能看得很清楚 就是前面做什么 后面做什么 我们就很清楚了 那么当你把这个行为行出来的时候 你说你这样想了 你也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么这个爱呢 就在这个身体层面显现出来 就能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 所以呢 爱它是有三个层级 它是通过情感 进入思维 进入行为 就是说感觉和活动 这是爱 或者说生命的一个完整的存在 只有这样 就是说只有这个爱呢 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的时候 它才能成为一个实体成分 它才能成为一个实体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上面举的这个例子 到你去解决了人这个问题 实实在在地行出来以后 你的这样一个爱的实体成分就生成了 它就会留在你的灵体当中 就成为你领体的一个普通常态 所以如果没有行为 只有情感与思维 或者说只有情感 这样的爱呢 它只是一个幻想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物 那么我呢 我呢 用那个肌肉的三重组合呢 来说明这个情感 在肌肉包裹形成纤维素 然后纤维素呢 再很大包裹形成了 我们看得见的肌肉层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组合以后 它才能发挥肌肉的那种功能 它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我们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是一样的 我们的情感呢 就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肌纤维 那么它是有成分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成分呢 进行一个组合包裹形成了这一层 这一层就是我们的思维 然后我们的思维存在呢 再进行包裹、困扎、组合呢 又形成了我们的行为这一层 那么一个实体存在就变成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行为当中 它既包含了一个一个的行为 也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情感存在 也包含了一层一层的行为数 也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思维的存在 那行为呢就直接把这个情感和思维 全部包裹起来 就把它在这个行为当中包裹起来以后 它才像基宗一样 和爱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就像这个基宗一样 它只有组成这样一个样式 它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爱只有组成这样一个样式 它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才能成为一个实体的存在 所以情感与思维 它是用行为来包裹自己 否则它只是一个空脚 是幻影 你在行为层面行出来的时候 它们首先是在人里面稳定下来 然后就变成生命的一部分 也就是构成我们灵体的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善愿 我们每一个达成善愿的思维 还有行为 只有这三者共同组成 这三者共同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能形成一个实体的存在 缺一不可 所以呢 从情感到思维 从思维到行为 从行为再到情感 这样一个循环呢 就叫做生命的循环 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循环 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这样 一个个善愿 一个个善的达成 一个个行为 这样不断的循环呢 我们这个灵体的成分就会越来越多 灵体的成分是构成我 是构成我们将来到灵界以后 我们人那个模样 所以它的成分越多 它越是一个优美的人形 灵体的成分它就构成一个人形 第三个 我说说爱 爱的感受呢 就是快乐 爱呢 它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五种感官呢 实际上就是爱 感受自己快乐的一个工具 所以在《婚姻之爱》当中 它写到这样一段 它说呢 每一种爱 都有自己特有的感觉 比方说 源于觉知之爱的 看见之爱 还有视觉 那视觉的快乐呢 就在于 云态和优美 也就是说 比方说 我们想认识 一朵玫瑰花 我们有这样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们想认识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个认知的爱 所以我们在认识 这个玫瑰花的时候 我们就一样 我们想看看它是什么样 是一个看见的爱 然后当我们看到了 这个玫瑰花的颜色 玫瑰花的形状的时候呢 它就带给我们 视觉上的一种美感 这就是我们的视觉的快乐 同样的道理呢 源于感知之爱的 源于这个倾听和尊重之爱的 倾听之爱呢 它就有倾觉 倾觉的快乐呢 就在于它的和谐的声音 用美的声音 源于感知之爱的 分辨空气中的气味之爱 就有嗅觉 它的快乐呢 就在于方向 源于以善与真 充实自我之爱的 营养自我之爱 有必觉 那快乐呢 就在于美食 源于谨慎保卫自我之爱的 见识物体之爱呢 有触觉 源于结合善与真之爱的 有配偶结合之爱呢 它有触觉 所以我们的情感 是来接受爱 带来快乐的感觉 我们的思维呢 是接受智慧 带来一个满足的感觉 第四个 就是在灵界呢 灵界说 外在显出来的那些 显像呢 比如说 一些沙呀 河呀 发源之类的 一些 一些景象呢 实际上是爱呢 所享受的快乐的一个显像 这样一个景象 只是一个结果 爱才是产生 它们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在这里我引用这个 婚姻之爱 中一个记事来说 说明这一点 他说呢 有一个 当离世的一个心灵呢 他就吹吹自己 自己的影响 就是吹了自己 有多少个女人啊 有什么 什么 天人呢 就听不下去了 就终止了他的发言 然后就带他呢 亲自体验 什么是天堂 什么是地狱 一到这个天堂呢 他先被带了一个 花园天堂 那里呢 就是 不如果树有鲜花 而且非常的美丽啊 愉悦啊 芬芳 使生命的快乐呢 充满活力 看到这些景象呢 他为敬仰 不过呢 此时 他用的是外在的视觉 也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东西 用外在视觉的时候呢 它是理性的 但是 它运用内在的视觉 也就是淫乱在其中 其中的作用 你要充斥它思维的视觉的时候 它就 不是理性的 它的外在视觉被关闭 内在视觉被打开以后 他就说 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那不是盗头和枯木吗 我现在闻到的是什么 是臭味吗 那个天堂哪里去了 那天人就说呢 其实它近在之尺 就在你的旁边 只不过你的内在视觉看不到 因为它是淫乱的 它将那个天堂之物呢 反化成了地狱之物 并且呢 只能看到地狱面 然后呢 天人呢 就是 负予它的主 负予它的力量呢 关闭了这个 年轻人的这个 内在视觉 并且打开它的外在视觉 令它到了天人 住 住的地方 然后它在这里呢 就看到了 宏伟的宫殿 全是由雪花石膏 大理石和各种宝石建成的 旁边还有柱廊 四周有圆柱 柱的周围呢 相有一些 非常精密的图案 他看到这些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地说 他说 我看到的这是什么 就是富丽堂皇的巅峰 是建筑艺术的极致 不过这时呢 天人又关闭了它的外在视觉 打开它的内在视觉 因为它的内在视觉 充满了各处的淫乱 因而是邪恶的 所以他说 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我在哪里 那些宫殿和壮地景象都没了 它的眼里 尽是残圆 占壁 严实动静 此后呢 他又被带回外的状态 引入其中一座宫殿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些 大门呀窗户啊 墙壁和天花板上的一些 精美的一些图案 尤其是一些器具上的 它们上面和周围呢 全是黄金和宝石制成的 一些天堂的形容 无法用语言形容 非常的美丽 也不是艺术能描绘出来 看到这些时候呢 这个年轻人就说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一个真正的奇迹 不过和以前一样 一关闭它的外在视觉 打开它的内在视觉 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不到那些东西 他看到了 就是一些墙 那些气墙的东西呢 他不过是一些水草 草草或者木材 然后呢 他又被带回到 心智的外在状态 一些少女呢 就被带到他们面前 那少女呢 长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的声音 也非常的甜美 一看到他们的时候呢 那脸色就变了 而且不用天人 给他关闭内在视觉 他自动就回到 这种淫乱的内在状态 所以他的内在呢 他就是受不了 一斤脸的天堂战 那时候呢 那个少女呢 就从这个年轻人眼前消失 他也从这个少女眼前消失了 所以呢 你看到上面 他在外面看到了一些宫殿啊 也好 花园也好 包括一些精密的图案也好 其实这些东西呢 只是欢迎之爱 感受自己 这种快乐的一种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东西 是因为有了欢迎之爱 所以呢 如果人只是看到 外在的一个景象的话 他就是一个知识 如果你能知道 产生这些景象的原因的话 那么你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就是一个有通灵的态度 如果你看到他的根源 就是目的的话呢 你就叫做有智慧 比方说 有欢迎之爱 你用外在视觉 看到欢迎之爱 所显出来的景象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种 只是一个知识层面 但是你 当你知道 这些景象 是由欢迎之爱 显现出来的时候 正继续性 如果你能看到 欢迎之爱的源头 是善于真正的欢迎 他来自主 也就是目的的 也就是目的 这时候呢 你是要是智慧 所以呢 一个人要想接着知识 变得理性 成为属灵的人 成为一个智者 有一个途径 就是承认主 靠主的诫密 去生活 这是上面这个内容 第三个就是内在人 与外在 我们经常就说呢 内在人和外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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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内在与外在的 意愿和觉知 或者说认知 我区分这个内在人 和外在人呢 我是从这个动机 目的或者意图 来区别内在人和外在人 内在人的动机 目的 和意图呢 就是为了善而行善 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 他是爱主 跟空和主去爱灵的 这是他的动机 但是那个外在人的动机呢 和目的或者意图呢 他就是在自己和城市 区分内在人和外在人呢 我认为是动机目的 或者是意图 是他 是这个东西 把内在人和外在人 区分开的 比方说 欢迎第二当中提到我 这样一件事 他说呢 以色列人呢 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的法律 其实是禁止杀人 监影偷盗 这几个呢 其实也是十节当中的内容 他们一次有 在十节之前呢 他们的法律都有的 这些东西是都有的 所以呢 没有这些法律呢 他们这个团体 或者社会 它是没法维系的 但是后来 到了西乃山上以后 耶和华神 又颁布了同样的律法 也就是说 他颁布的十节当中 还是有这些内容 不过呢 他现在颁布他们呢 为什么 就是说 他原来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颁布 就是为了让这些法律 升华为宗教的戒律 让人们以后 遵守这些 纪律的时候 这些律法的时候 不再是为了 仅仅是为了社会利益 而且还是为了神的缘故 就是说 是出于宗教 为了神去这样做 你就会得救 所以 同样是遵守这些东西 因为 这些动机不同 所以让他的行为 那个性质 有了天然之地 因为他的格局不一样 所以你为了神 这个动机非常的重要 他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得救 其实你为了神 就是为谁打工 你为了这个世界 你就是为世界去打工 那个世界呢 这个老板 就会给你开工 这是几个道理 你如果为了神去做 那神就是你的老板 所以为了谁是很重要 动机很重要 这个天人讲上人的时候呢 他也是看动机目的 而易度 比如说这个瑞公呢 他提到过那个牛顿 说牛顿呢 他就在高层天堂 这个牛顿之所以在天堂 是因为他非常的传真 深层 而且他追求科学的目的 是为了人类 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 地位的财富 所以能让他进入高层天堂 是他的动机 所以科学家也好 画家也好 音乐家也好 如果没有好的动机 不承认主 并且按照主的诫命去生活 无论他有多么大的成就 他也去不了天堂 最后呢 在这个天堂 与地位当中 他就提到过 他说呢 我曾经呢 与许多 已经离开人 人世的学者 进行交谈 有些学者呢 他凭着著作 在学世界可以说是 享有圣名 可以说是 大名鼎鼎 他说我也曾 与一些明鉴经段 心里却藏着大智慧的人 和人交谈 凡是从心里否认神的人 都已经变得愚蠢 几乎不能明白 任何属社会的真理 更别说属灵性的真理 他说我能看出呢 觉察到 这些人心智的内存 已经完全闭合 已至显了一片漆黑 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承受 一丝天堂之光 也不能接受 一丝天堂之光 也不能接受一丝天堂之流 包括其里层的黑暗 以因世俗的学问 和否认神的人 更深更光 在灵界 此等人 欢然接受一切假道 像海绵吸水一样 加以吸收 而对于真理呢 却像因果 残开落物一样 加以排斥 但是 我还被告知呢 凡是推崇的人 凡对神的人 其里层 当人是变得 如硬骨一样 头脑也已经变得僵化 如同一块乌木 直言到鼻孔 这标志着 他们已经完全丧失悟性 这等人呢 陷入了如泥沼一样的绝境 对他的假道 所显得幻象呢 苦苦的谈谋 对荣耀名声的贪求 就是他们的地狱之火 是他们彼此咒骂了 比地狱般的热火 折磨 凡不将其奉恶神明的人 轮流虐待彼此 所以你世上的学问 如果不能通过认识神 接受天堂之光呢 不要变得如此 所以不承认主 不照主的见面去生活 你无论在科学上好 绘画也好 应该有多大的成就 终于是五步 这四个呢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灵体 和我们的肉体 那我找了一个图片呢 这个图片很形容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灵体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肉体 我们这个肉体当中 你知道人死了以后 这个肉体是没有知觉的 它会腐烂 会化解 会这个分解 那么我们这个肉体当中 所有活性的成本 其实都是我们这个灵体 我们这个肉体呢 这是我们灵体的 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一个工具 你让他干什么 肉体就干什么 它是一个绝对不正常的一个关系 然后瑞公出体的时候呢 他提到我一个细节 他说有一次他出体 他看到自己的头呢 在床上感觉那个头摆的不够正 他一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 他的头立马就摆正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肉体呢 只是服务于我们这个灵体 绝对服务于我们这个灵体 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 我们自己 自己的所有的情感啊 富裕啊 我们之外的活动啊 行为举止啊 这都是灵体做出的 而主呢 看的东西 就是看的我们这一个东西 不是看的我们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看的我们这个灵体 但是我们这个肉体呢 是用不然界的物质成分做成的 但是我们这个灵体不是 我们这个灵体只有这个皮肤 皮肤这一层 是从肉体提出出来的 比如说 这肉体最精微的成分 做成了我们这个灵体的这个皮肤 里面的那些所有的成分 都是灵界的物质成分 也就是 其实都是我们的 爱与智慧的成分 实际上都是我们情感与思维的成分 那我们这个灵体呢 它正常的结构呢 就是 对主的爱它就是头 爱灵人呢 它就是躯体 爱自己和爱尘世呢 是脚 所以 这才是一个人形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重生之前呢 在主的眼里 他 他不是一个人 因为 他不是这样一个正常的人体 他实际上是脚 戴上 头戴下的一个畸形 所以那时候 在重生之前 我们在主的眼里 实际上他 就是一个人形的一个怪物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呢 构成灵体的成分呢 它就是情感与思维的成分 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情感与思维 它是有自己的元素 有自己的成分 它有自己的排列组合 它排列成这样的结构 你就有这样的情感 你就有这样的思维 情感与思维的成分呢 就是 它有智慧的成分 那就是物质界的那个精微成分呢 构成我们 包括灵体的那个皮肤 所以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每一个天人呢 真来 他都是 先成为人 再成为天人 他都要先 在世上 生活 要不然他 他构成那个皮肤 他没有这个成分 那么 这就是我们灵体的 那个正常的那个 那个结构 所以呢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实际上就是在 顾住我们自己的那个头 爱主呢 最起码要做到的 就是严守实践 我们今生的所愿 所思所行 它的实体成分呢 其实就是 固成我们灵体的成分 如果我们的 所愿所行 尽是虚妄 在灵界的我们 可能就是一个畸形 或者 翘胳膊 手腿 或者没有脸 没有腰 那么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引用这个 心理之爱当中的 一段内容 来说明了 不同的心思意念 它又不成 不同的灵体形状 它不同的灵体形状 它那种差别呢 就是天堂无地的差别 比方说 最后我都提到呢 他说有一个魔鬼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他认为呢 他很尊贵 他是地中 地中之地 王中之王 公爵中的公爵 王子中的王子 他呢 有权力坐在 宝座中的宝座上 然后向全世界 正面的地方 发货势力 这种狂妄 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在世的时候 带来的 他在世的时候呢 其实他只不过就是 一户人家的一个管家了 但是那时候呢 他在灵里是非常的傲慢 悟空一切 看不起人 甚至呢 藐视全人类 然后沉浸在呢 他比国王乃至皇帝 还有尊贵的 这样一个幻想当中 然后这种骄傲呢 就让他否认了神的存在 认为这个教会呢 一切这个神圣事物呢 都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来混弄老百姓的东西 那么 他这样的心思意念 他还是有成本 他这样的一个成本 或具形状 他做出的模样是什么呢 就是他头戴了一顶小方帽 帽子呢 从额头一直拉到眼睛上 脸上满是浓高 就像是发了高烧一样 眼神非常的凶狠 胸口呢 整成了菱形 那嘴呢 就像火炉一样 噴出原物 那腰呢 明显就像着了火 他没有脚 脚带着的是有骨 无肉的搅拌 然后呢 全身呢 散发着一股那种 腐臭污秽的热气 所以瑞公一看到他呢 就被他吓得就是毛骨痛 他这种形象呢 他这种形状 是怎么构筑出来的 就是他这些心思意念 给他构筑出来的 这些心思意念 他是有成本 他成于眼界之后 他的形状就是这样 相反呢 他有一个天堂的 一个社群的君主 他的心思意念 他是这样的 他认为呢 自己就是社群的仆人 因为呢 他通过旅行服务 服务于自己的社群 君主这个头衔呢 只不过就是 为了共和的旅行服务 他没有其他的目的 他接受荣耀呢 也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社群的利益 他感觉荣誉啊 地位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的身外之物 就像他穿的衣服一样 他热爱为别人服务 并且呢 通过友谊的服务 与他人交流 从中获取自己的幸福 他说呢 越是热爱为别人服务 这样的爱就越强烈 而且为了服务 他人所需要的智慧呢 手也会远远不断的提供给他 同时他的智慧呢 日益增长 反正呢 如果他将这些服务 留给自己 对他人分享的话 那么幸福就会远离 旅行服务呢 就像把这个食物 储存到胃里 而不是把它输送出去 滋养整个身体和各个部位 如果他在里面不消化 就会让人恶心呕吐 所以呢 整个天堂 从出至末 至始至终 它就是一个 为他人服务的一个容器 服务呢 就是爱人的实际行动 它不是光空想的 它是有实际行动的 只有这样一个爱 才能将整个天堂呢 凝聚起来 那么这样的心思忆念 所显出来的现 护城的城外 所形成的模样呢 就是 起下来他的衣服上 他穿着那个羊毛长袍 长袍呢 就发出耀眼的火红紫光 里面的亚马上衣呢 闪闪发光 这个形象呢 就是他这些思维的一个形象呢 一个显像 就是说他这个思维布局 又成分 然后组成了一些形状 就是这个样 就是他穿的衣服 并且呢 在他们的社群呢 所有的东西都灿烂辉煌 他们有大量的黄金和宝石 还有宏伟 宫殿和瑰丽的花园 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呢 都是因为 他们有 对灵人的爱 对主的爱 这些爱的一个显像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它是一个果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爱 所以你从这里 就可以看出呢 不同的所愿所处所行 它就固住不同的灵体形态 而我们这一世的修为呢 就决定了我们来世的灵体形态 我们生来的灵体就是弹瘸不全 它就是一个畸形颠倒的 只有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依靠主 通过悔改 重生 我们才能够复原 复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形状 否则呢 到灵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引用分担性 那个贴族脚钱 主要说的一段话呢 我就是做一个勉励吧 他说呢 许多人呢 曾虚度了 这是主 林孙大行说的 许多人呢 曾虚度了那些可以侍奉我的 保回光阴 白白的过日子 但现在 我仍留给他们醒悟的机会 可以利用那些剩余的时间 做最好的运用 他们如同一个猎人 在树林里醒走的时候 在西边捡到几块好看的石子 但是呢 因为不懂得这石子的价值呢 就用来打树上的鸟 结果 一个一个都到河里去了 最后呢 他把手中紧身的一颗带回家 当他经过钻石电影的时候 买钻石的人 看见那石子就告诉他 那是一颗金刚钻 值几千银子 他一听见就很后悔的说 他哎呀我不知道他的价值 一个一个都用来打树上的鸟 结果金刚钻都抢到水里去了 不过幸好呢 还留下这一颗可以拿来变卖 他说呢 我说呢 每一个日子 我们每一个日子 就如同一颗一颗最终的金刚钻 我们过去呢 虽然花了许多日子 在追求暂时的快乐 而且那些日子呢 是腻在过去的深渊里 他要赶快从这剩余的保密日子里醒不出来 让他用来 在做 用在最好的事上 给自己的这个灵魂呢 积存财宝 并且呢 用这些日子 去做那些赐你生命与尊贵者 恩惠者的工作 竟就把别人脱离罪与死亡 你们就会得到天上永远的奖赏 最后我想说呢 天使呢 天使是美丽的 会被他美丽成千上万倍 魔鬼呢 会被他口陋激情上万倍 就是我们在做灵体之后 我们变成什么样 全在于我们这一世的修为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讲到不对的地方呢 我希望 特别的那个兄弟姐妹呢 能够给我提出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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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